用热力四射的五部 为骑山唐厂转型农创园区的成立热闹K厂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27日上午亲自行销招商 市府和台塘公司合作将原本的百年唐厂 透过经济部的经费补助改造成为农创园区 这一个点刚好是一个连接台29线27、20 整个交通动线的一个枢纽 那也是我们东九区在进出的门户 所以这里也会来结合我们包括地方创生 跟我们整个农创 打造一个最优质的农村再生的一个典范 现在进驻圆区的厂商 不仅前五年享有年租金打五者的优惠 并且还有三个月室内装潢免计租金的福利 市长陈其迈期盼 但未来在地的厂商或农家 都可以以骑山塘厂作为起点 一步一步迈向世界 一方面结合农业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 那一方面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朝向 这一个包括我们的电商平台 结合了我们在地的物产加工 还有这个休闲观光等等这些产业 那我相信这个不仅说会为我们在地的农民 带来收入 那也会对我们地方的这个社区 那有更多的活力 也让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返乡 在这里打造属于自己的高雄梦 骑山塘厂是市府过去在新创 清创农创的石板基地 农创园区结合在地物产加工 观光休闲 借由地方创生的力量 希望打造优质的农村再生典范 为在地的农民带来收入 也带给地方社区更多活力 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返乡 打造属于自己的高雄梦